四个公屋租户或者申请人分别虚报婚姻状况、入息和资产 被判入育14天或至到一个月全部获得换刑 谭晓彤报道 三宗案件在星期一判刑都是违反了房屋条例 裁判官都认为案情严重 一个公屋租户去年申报入息的时候 没有申报拥有市区的士牌照 平均牌价是559万 超出了三人单位入息限额超过100倍 原本应该要签出单位 裁判官判他违反房屋条例 判入育14天、换刑12个月 另一个人申请三人公屋单位时 说银行户口只有8千多元 但调查发现他实际有57万存款 被起资产限额超出了45万 因为作出虚假诊讯 被判处监禁1个月、换刑12个月 还有一宗个案 一男一女在1819年时 申报他们结婚 偏配到松屋邨一个公屋单位 但其实他们17年已经离婚 两个被告被判监禁1个月 换刑12个月 住户去报资产及婚姻状况 随重触犯房屋条例 房屋署亦会向住户追缺少给的租金 甚至会收回单位 有线电视记者谈票图报道 191有线新闻